哈喽大家好我是奥登 今天和大家分享Android 10配置SSL的最佳实践 有很大一部分朋友配置Android 10 SSL帧数只配置了帧数文件和MIA文件 当然在使用新版本的Android 10的情况下 其实也已经足够安全 那我们如果想要再提高网站的安全性 就可以参考本期视频一起来配置Android 10 SSL的最佳实践 不但可以防止各种网络攻击 还能提高网站的可信度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和大家讲一下如何去配置 给大家看一下我服务器运行的Android 10版本 以及Android 10的配置文件 我的Android 10是运行在容器里面的 查看一下版本 可以看到我当天运行的版本是1.25.3 再来卡看一下配置文件 可以看到我这里的配置文件只配置了一个SSL的证书以及密要 首先给大家推荐两个赞点 这两个降点是可以扫描检查网站的SSL配置是否符合安全规范的 打开其中一个 然后输入你需要扫描的域名 第一次扫描可能会花费一到两分钟 因为我之前已经扫描过了 所以有缓存 现在看到的是缓存的结果 如果你想要重新扫描 点击上面这里有个ClearCAD的链接就可以了 扫描结束页面就会显示扫描的结果 上面这部分是评级 下面这部分是详细的扫描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使用Android 10的最新版本 不添加额外的配置的情况下 评级也能达到A级 这也跟Android 10版本有关的 如果你的Android 10版本比较低 那不一定就能直接达到A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报告里面黄色的地方 黄色的话就是代表警告 也就是可以优化的点 这里的密码套件 因为服务器释出了很多用密码套件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评级没办法达到A加级 很高级下面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警告呢 OK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优化Android的配置 让网站的SSL评级能够达到A加级别 我这里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一份配置 这份配置也是我是已经常用的 首先看一下下面这部分 这部分是坚定80端口 然后301重定向到443端口 也就是强制使用HTPS 然后重点看一下上面这部分 首先是坚定443端口 开启SSL 还有HTPR 然后指定社会内 这几个是基本的配置 接下来这些是SSL的相关配置 首先是SSL Protocol是指定支持的T20协议版本 在目前阶段建议大家指定T21.2和T21.3 如果你指定了T21.1或者是以下的协议版本 那么评级是绝对不会达到A级的 接下来是SSL Cypher参数 这个参数是指定服务器支持的密码套件 这里我列出来的是相对安全的配置 基本上屏蔽使用用密码套件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指定一个感到A纳 表示进入匿名密码套件 匿名密码套件是一种不需要身份认证的密码套件 通常都是不安全的 因为他们不要求客户端或服务器提供证书来验证起身份 下面的SSL Preferred Server Cypher 当设置为ON的时候 服务器将首选使用自己的密码套件顺序 这意味着服务端提供的密码套件列表中 首选的密码套件将会被选择 而不会考虑客户端提供的顺序 这是一种较为安全的配置 因为服务器可以优先选择更强大的密码套件 从而提高安全性 下面这两个配置像是配置SSL Session缓存的 用于缓存Session ID 可以减少握手的计算操作 降低服务器的负载 从而可以减少某些攻击的可能性 例如暴力破解密钥 后面这里指定的是缓存的大小 这里代表20兆的缓存大小 这个参数就是缓存的超时时间了 接下来这两个配置像 SSL Sabling和SSL Sabling Verify 一般都是配合使用的 使用SSL Sabling的作用是 允许Entrance服务器在TX握手的时候 具体是在发送服务器证书的阶段 获取并且附加证书的有效OCSP响应到证书链里面 这样就可以确保客户端总是能够得到有效的OCSP响应 而不需要再向OCSP验证服务器发送额外的请求 这样子有助于提高连接的安全性以及性能 有些朋友不是很明白OCSP是什么意思 OCSP简单的理解就是用于检查TX证书有效性的协议 要注意的是你指定的证书文件必须是不劝证书 也就是说包含中间证书和更证书 否则可能不会生效 最后看一下这两个OCSP添加的Head参数 第一个是Gest Transport Security 也就是HSTS 作用是强制浏览器使用HTPS MassA的话就是有效时间 IncludeSortomass意思是包含所有纸域名 Pro意思是将域名添加到流氧器的HSTS列表里面 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最后的Always代表无论任何类型的响应码都会返回该头部 Mon只会在200或是300的响应码中返回 甚至Always就能确保HSTS策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强制执行 第二个头部是Content Security Policy 也就是CSP内容安全策略 用于指定哪些来源或是内容是允许的 可以减少潜在的跨墙脚本攻击和其他的安全威胁 这个参数一般是根据自己的网站实义情况来配置的 像这里的Default SRC是默认的策略 也就是其他的资源没有指定策略的情况下使用的策略 这里的意思是指允许当前的域名资源 以及某个CDN网站下的资源加载 没有使用CDN就可以把这个域名给删掉 NCN InLite是指是否允许内容脚本 OK接下来把作用配置文件拷贝下来 我们修改一下 这里域名把它删掉 因为这里是没有使用CDN的 然后这里还要需要开启htpr 保存退出 测试一下配置 没有问题 然后刷新一下配置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去刷新一下这里的缓存 重新去扫描一下我们的域名 OK扫描结果已经出来了 可以看到现在品级就已经来到A加级别了 这里还有个黄色的警告 是DSCAA 我等会再和大家优化这个配置 先来看一下下面这部分 可以看到这里之前黄色的用密码套件已经没有了 但是下面这里同样多出了一些握手失败的设备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设备基本上都是很老的设备 如果你要支持这些设备就必须提供其他用密码套件来兼容 但是一旦存在用密码套件 就无法达到A加级别了 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项目作出取舍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部分 可以看到这里的ARPN也是支持HTB2 还有OCSP Stabling 和SSTS也是启用的 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 上面这里也有个OCSP Mask Stable 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又有点关联性 这里的OCSP Mask Stable是指你的证书文证是否设置了OCSP 如果设置了的话 那么你的服务器必须开启OCSP 也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SSR Stabling 否则有可能无法握手过的是无法验证证书 最后和大家讲一下DSCAA CAA是指认证机构授权 用于控制哪些CAA机构可以为你的域名颁发证书 以及颁发证书的方式 我们只需要在域名解析添加CAA记录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Calfare出现了故障 我的域名是在Calfare上管理了 现在无法配置 所以我用Google端门和大家讲一下如何配置CAA记录 首先选择类型为CAA 然后输入记录的值 CAA记录的格式为指域名空格标志 空格标记空格值 指域名是可以省略的 省略代表整个域名生肖 标志指定为0代表允许CAA颁发任何类型的证书 标记可以填ECU或者是ECUWILE ECU表示允许颁发普通证书 ECUWILE表示允许颁发通费符证书 所以我们一般会添加两条记录 值就是指CAA机构颁发证书的根域名 首先添加一条ECU记录 假设我现在只允许Google Profit CA颁发证书 就可以填pki.goo 再来添加一条ECUWILE记录 我这里就不保存了 常用CA机构的根域名 我会放在我博客的笔记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的笔记链接 所以我们重新扫描域名就可以了 因为我刚才是还没有配置的 我就扫描我博客的域名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刚才没有配置错的话 下面这里DNSCA就会变成绿色 右边这里也会显示我们刚才篇加的这个记录值 最后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站点扫描看看 是否同样达到A加级别 数字的域名 小苗的话可能会花费一到两分钟 OK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能够达到A加级别的 看一下下面的结果 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绿色的 OK那今天要分享内容就和大家全部讲完了 还没有订阅的点一下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